这个啊 这个啊 他在看他的皮包里面的东西嘛 民众在一旁帮忙指认 因为菜市场又出现 扒手偷东西 看到黑女贼尾随妇人 先等到妇人走到前方 黑女赶紧靠近 左手用外套盖住 右手假装挑水果 趁机偷走妇人钱包 小秒妇人选好水果 准备结账 这才发现 皮包被偷了 当长气的直过脚 他是盖着这样子 因为他整个盖住 所以从间上去 他甚至没有盖到我了 他就是这样子挡着 定格画面看清楚 女贼用外套遮掩 当时妇人专心挑脸物 根本没注意 就被偷走两万元 而这是一笔药妆假牙费用 一样的手法 客人要付钱的时候 皮包就不见了 最后有个东西叫报案三连带 有啊有啊 就是可有可无 他又再强调一次 这东西可有可无的 可以拿可以不拿 要告诉民众一个报案流程 而不是就是让民众杂等 或者是自己在那边 上网导的资料 然后就问你们牛肉书 这东西而不重要 妇人很无助 因为是第一次报案 警察竟然告诉他 三连单可拿可不拿 事后上网才知道 原来这是吃案 怎么名字的警员 然后他也是没有 要开三连单给他 这样子 对 好好跟你说 对 一直疏忽 没有三连单给被害人 那再被害人返回家 后再来拍手 我们立即开立三连单给被害人 强调是原警个人疏失 并非刻意吃案 但却花了半天时间才拿到三连单 警察眼中的小窃案 受理程序出现大瑕疵 也难怪民众观感有够差 今天杨启浩 校园山 李杰 文凯成 新闻报道